你也不要浪費 因為不可能 有一種可能 它是大力的 小顆的原住民 我們原生種的 台灣原生種的 四斤 哇 這樣八百啊 還不算港幣 所以呢 這瓶一千六 我們行政院副院長的夫人好像就是買 對 他說買原住民的苦茶油 因為原住民才會種種小顆的苦茶紙 那今年呢 你可以說它無限量勾引你的 你也不要信 因為今年苦茶紙欠收 所以今年是受不了什麼苦茶 原生種的小顆的 有一種比較黃 炸出來比較黃的苦茶紙油 它是大力的苦茶紙 紅包大果子 對 那個是大果子的 那個齁 那個比較少 那一塊五百 因為那個是大顆的 問題現在還有很多台灣不夠用 因為這一波台灣苦茶紙是不夠用的 從哪邊來 多數都是中國那邊過來的 大陸那邊過來的 多數 OK 好 來 各位 你人生一定要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吃過一種純花生油 去煎的水煎包 水煎包 那個油的香氣是不是很重要 用花生油煎水煎包 用花生油煎蔥油餅 那是我小時候過的人間天堂的生活 剛才我們在後面給大家看 聞了一下之後 大家都不敢相信 我的化妝師說 花生油真的有花生的香味 拜託 給我們比一下 真的 說真的 這是應該的 怎麼變成真的 不過 好香喔 好香喔 人家夠蒸你的花生油也太香了 我跟你講 你聞聞看 今天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個事情 要把香精的 調的花生油跟食物原味炸出來的油 給你 你聞聞看 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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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花生含油脂很重 比例比較高 三斤可以炸差不多一斤 那你就去算嘛 一斤花生多少錢 對不對 那這樣一斤的油大概要多少錢 這一罐差不多要兩百塊 你去換算嘛 OK 好 再來一個 我們台灣人才可以不吃黑麻油 我還特地有聽到 他有聽到我們上次講的 我們一定要米酒跟黑麻油 台商在北京住 在上海住 行李都帶這兩罐你知道嗎 因為在大陸煮不出台灣味的麻油雞 他的酒 也不是那個味道 他也沒有這種黑麻油 各位 讓我再評看看 真正黑麻油是什麼味 今天都只讓我們聞了 只有聞 小氣鬼 只有聞 聞聞看 你跟我說副味香 這才真的有夠香 我小時候 你有黑麻油的味道 手氣的味道 芝麻 這個黑麻油 芝麻是四斤可以炸差不多 炸不到一斤 芝麻 因為 我們台南鄉下家鄉有人在炸 對 我跟妳講 這一罐兩百四而已 OK 也不貴 因為它是量 就是這波 因為大家都集合才炸這樣子 有一次講 然後苦茶油 它是現場 它說你自己拿苦茶汁來 你自己現場釘 你不要說我給你討 OK 欸 那油 還我一點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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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碗都拿來 三碗都拿來 我現在 高正麗給了我們致富的啟發 我們也來調和一下 這個沙拉油 OK 這個花生 我是覺得那個調和油 冒煙點不一樣 阿哥 那個稍微 他們的胺脂酸不一樣 那個調應該也是一個技術吧 我調了黑麻油 其實我調了一些沙拉油 你聞起來是麻油還是什麼油 還是麻油的味道 還是 對 可是你看我成本差多少 對 如果是像我這種外行的聞的話 聞不出來 我算有良心的業者啦好不好 我花生油給你多一點 不是 你不是有良心的業者而已 因為他們調的不是沙拉油 他們是調棉子油 又不講的 更便宜 棉子油一公斤進口才24塊 對 所以我真的是 TMD的太有良心了 聞起來是不是還是花生油的味道 還是 對 可是我調了沙拉油 對 所以我其實說 它還調色素來以來可以順 所以這個黑麻油看起來 也是黑的 你看不出來 它在吃的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就跟大家比較說 你用原物料的價格去試 你就知道 沙拉油怎麼會比黃豆還便宜 不用炸嘛 不過還好啦 因為它是整個食物鏈 因為它的渣那些時候還可以再做利用 不過如果你是很坦白的 你說你是調和油 你很坦白的在你的標示裡面 我調和油的比例對不對 我沙拉油 花生油 棉子油 全部都標出來 那我不能說你是標示不實 可選擇 對啊 你不能說百分之百花生油 百分之百的苦茶油 然後你把我爆這個不行 你現在裡面其實30% 40%都是棉子油 你都用別的東西來混沖 然後我覺得政府官員真的是不可以這樣子 這是怠惰 這也是不負責任 一直在 現在整個社會氣氛在跟我們講 棉子油是好油 你把不來 棉子油是好油 你早就在標示講了 而且我覺得 棉子油是好油 我們的毛治國副院長就趕快喝啊 對 因為他只喝苦茶油 就是一個很低級的油 你混沖高級油嘛 這個 你現在跟我們講 棉子油吃了不會有害 而且我覺得有一種 那個不是重點的嗎 可嘉齊節 因為我真的在幾度 這純米釀的酒 純米釀的酒 一斤酒 純米釀的一斤酒 也不過才60塊 純米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你看他們那個酒有多暴利 我昨天打電話 一斤酒多少米 米一斤也不到60塊 60塊 你知道高正麗他用調的 他說米酒就要15天 要增煮嘛 要發酵嘛 結果高正麗是用調的一天就起來 對啊 一天 結果他一瓶的成本調完之後才8塊 沒錯 他賣24塊 對啊 這瓶六十 這瓶六十 對啊 我昨天打電話 打電話問我們 我們宜蘭酒廠的廠長 他說他們百分之百存量的米酒 一瓶也才25塊 當然他們沒有把他們的時間成本算進去 他們算是公營的酒廠 純釀米酒的成本是不是 他賣2、5塊 他說他沒有把他們的時間成本算進去 因為他們必須供應社會便宜的米酒 百分之百存量 沒有套什麼食用酒精 一罐才25塊 我意思是說 我們一直說要拚燒到要拚燒到 我們有燒的可以買 對啊 有便宜的好東西 但是我意思是說 我們的禁負公權力你如果沒有接入 你讓這些黑心的東西 然後去四處流算的時候 你會逼到那個有良心的廠商 也活不下去 你隔壁一瓶 那個什麼 麻油雞 賣10塊 我賣11塊就沒人要來我這裡吃 對不對 其中的是隔壁的麻油 雙精下去炒的 所以你這個東西 不是說 如果你公權力不障的時候 你會逼得良心廠商變黑心廠商 良心攤判變黑心攤 你可以想像 我兩邊都賣同樣的東西 不要說很便宜好吃 一邊10塊一邊12塊 你買到這裡 10塊 你當然不是這10塊的嘛 尤其是學生 沒錯 對啊 勞工朋友 你就厲害 等一下 我覺得很厲害 真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50度 對啦 很高 再來煮麻油給我 油 新聞 發話話 好 所以怎麼買油 怎麼挑油 雖然林基良林醫師不在了 不過它好像有個手稿 對不對 對 手稿這個 譚老師今天有把它帶來 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好 就是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有三步三藥 三步就是不要調和 不要氫化 然後要就是那個什麼 要用不同的方式 要選擇不同的油 那我覺得最重要 一行一行來好不好 對 好 我們的 以烹調方式 以備不同的油品 譬如說如果煎魚 我們叫高 就是冒煙點高的 比方說什麼 譬如葡萄籽油 然後褲茶油 可是褲茶油 那個有一些特殊的風味 並不是每個人都很習慣 所以像我一般過去 然後我會選擇的 就是葡萄籽油來煎魚 然後呢 油點高的應該是 滴油嘛 油點高 對啊 可是那個 這個飽和脂肪酸 實在太高了 對 不管是多麼好的油 還是要越少越好 然後呢 我們的油 因為我們台灣是 溫度比較高的 所以說你的油放的地方 不要就是在那個 廚房的這個 這個爐子旁邊 或者是電器旁邊 一定要遠離這些熱的地方 而且最好是 容易變質 對 而且要避光 它用鋁箔紙包著之後 它不會照到光線 不會油耗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的 廠商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選擇 不同的廠商 然後分散風險 輪流啦 一國用大桶 一國用護衛箱 不過坦白講 我以前不知道 有這兩家的油行 其實我是不知道 都因為我不曾買過 然後不要選擇那種香味很濃的 譬如說一打開 哇 可能我這邊開了 然後每一邊就聞到的時候 好像香水那樣 你看喔 這個天然的東西 我這邊聞得到嗎 你那邊聞到 你要這麼近才聞得到 胖達人的麵包 一開始就是這樣 他每次一出爐的時候 哇 在外面 你講到這個標準剛好 是我們現在就可以試的 你這麼夠平的 我看第二位的 你要這麼近才平的 不過我今天是天香精的 土豆油你這麼近平的 香文樹里 對 瑪德 那真的 那香點 有時候那些三四點 那時候剛才都出爐 對啊 那怕不怕 沒有錯啊 所以我以前走過 我以前胖達人的麵包 剛出爐出來的時候 很香 你在他外面真的好香你知道嗎 香 然後那時候又燙燙 軟鍋的時候 太香了 有油好味 再來就是我們都很節儉 其實油一有味道的時候 就不能使用了 因為它已經氧化了 那這個對身體是不好的 然後三步就只記得 不調和不精緻 然後不要氫化植物油 調和油就是我們現在 出問題的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不要精緻呢 最主要是說 我們出炸的油 這裡面有很多我們要的東西 說飽和脂肪酸 不好飽和脂肪酸 這些問題之外 它有很多脂質零脂分類 但是你要精緻 讓它起源點高一點的時候 你要把這些有益的物質都拿掉 所以換句話說 你這個油沒有什麼作用了 對你的保護是沒有的 那產品上面會寫精緻油嗎 會 它上面會寫精緻 但是我最近有看到 它寫100%葡萄籽油 精緻 那這個就一樣不可以選擇了 那氫化植物油 那這個調和油就是 調和油的意思就是 用精緻油去混合的 叫做調和油 那這個調和油在 2010年的3月開始才有定標準 以前最早2010年之前 我去看那個調和油 它叫做葡萄籽油或者是橄欖油 結果裡面不到10% 剩下都是一些有的沒有的油 調在一起的 所以就不要選擇調和油 而且這個調和油有一個問題 冒冤點都不一樣 那你怎麼知道它調和的是什麼 冒冤點一開始 和在一起的時候就很容易散 意思就是說選擇純油 對 就是出榨的純油 對 然後再來不清化植物油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反式脂肪嘛 那因為所有的人類的 所有的油脂都是順勢的 那這個是一個科學的製品 是把它弄成反式 結果那個美國的醫學會叫加瑪 他就發現到這個對人體的傷害很大 所以他就處罰了那個 有一個素食業者 要他提出一筆錢 因為他以前用這個東西去炸雞 然後他就請這個單位 就拿出錢來去成立一個這個研究基金 就是研究這個清化植物油的 這個通常的產品是什麼 這個很多 像你乳馬鈴還是炸雞什麼 因為我們自己在家炸雞或炸東西 一定很快就黑掉 然後炸得很醜 你用清化植物油炸得很漂亮 就像很多炸雞店的那個雞塊 我想我們在家是炸不出來的 我沒有炸的經驗 但是我這樣我是炸不出來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那個花生油 特別注意黃曲毒素的汙染 其實棉子油也要擔心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棉花它是很會吸水的 所以這個棉子跟那個花生油 要注意黃曲毒素的汙染 那烹調的方式呢 其實不管這個油有多好 要記得 可對不起 差一個話 花生油會有黃曲毒素 那大豆沙拉油就不會是吧 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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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油咧 花生比較容易 這個都比較少 對 但是花生油是特別要注意這個部分 那個芝麻跟大豆 它是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汙染 對 那烹調的方式就是一定要油少 我們不管怎麼樣的好油 都要記得 越少越好 它是那個我們的飲食精緻糖最高點 那什麼叫做半煮草 就是加水 加水去炒 你第一個你冒煙點會低 第二個你的油會用的很少 然後不要爆香 你一爆香的時候 我最怕的是那個外面在煮麻油雞 皮皮皮皮 對 然後那個